小伙突发奇想,决定用废弃的风扇电机制作一台风力发电机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小伙是否能够成功 只见小伙首先把风扇电机的外壳拆开,把里面的电磁转子取了出来 由于使用年代久远,这个电磁转子已经完全没有了磁性 于是小伙搬出了一台3000瓦焊接机,准备对电磁转子进行磁充电 冲完电后,电磁转子就会恢复磁性了 你知道这其中的原理吗? 测试一下转子的磁力效果,可以看到电磁转子已经变成了磁铁 接着就可以把转子装回机壳里了 接下来需要测试一下电机转动时能否产生电流 可以看到五个灯泡成功被点亮 接下来开始制作扇液,先将电机转轴上的套环拆下来 并焊接到一块钢板上 然后再焊接一个扇液支架 接着把支架和钢板焊接在一起 焊接好后就可以把它们重新安装到电机转轴上 接下来需要准备一根110毫米口径的PVC塑料管 再把塑料管切割成大小一样的四片 然后用螺丝把它们固定到支架上 四片扇液就制作完成了 接着需要准备一块钢板 用来作为电机的底座 按照螺丝孔位进行钻孔 然后把一根钢管焊接到钢板上 把钢管和电机安装到天台上去 再把扇液安装好 到这里整个风力发电装置就制作完成了 在风的作用下 扇液转动得非常快 我们来看一下发电效果 五个灯泡成功被点亮 竟然还可以带动电风扇 真是太棒了 老婆看了之后 乖乖地把买手机的钱交给了小伙 你学会了吗 五个灯泡热 完蛋